真的沒想到來到阿富汗喀布爾第一天 就遇到這種呼發情況 家人 海關工作人員 極力勸阻 別出國 這個地方現在特別亂 不安全 一家知主 這是應該承擔的者的 這就是他們的家 住帳篷的 山洞裏邊的 明明是同一個世界的 為什麼我們的生活 卻存在這麼大的差異 他們什麼都沒有 他們都可以成為樂觀 不會再有故意方面的 特別高的陰謀 也沒有說什麼放不下的 2022年3月3日 巴基斯坦伊斯蘭堡國際機場 一名中國人搭乘飛機出關 飛往阿富汗 彼時 塔利班剛剛重掌政權 時局動盪 戰火不斷 很多人阻撓了 現在特別亂 不安全 我給自己定的目標是三個月 我覺得 你要真有命 你就可以活得很遠 可以活得很久 流量 這肯定是擺在第一個的 有流量 我有去的理由 Hello 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老弟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阿富汗手都看不懂 老弟 自媒體視頻博主 資深泛顯前往阿富汗的他 只有一個目的 搞流量 掙錢 在他看來 這裡到處都是流量密碼 就這輛 他給你發了圖片就對了 對 就這個 GTR 哇塞 這個是 阿富汗這輛現在好車的價格 已經極度跳水了 白菜價 抵達阿富汗後 老弟花了三萬元 購入了一輛二手陸巡 又用500元每月的價格 在喀布爾最豪華的公寓樓 租下了一套豪宅 開始拍攝富豪生活的視頻 沙包就是昨天選的 這套沙包是昨天選的 還可以啊 這邊還有一個單獨的洗手間 它這裝修風格比我家裝修都好 這邊是一個廚房 沒想到可以自己顧顧保安 你還真別說我有想過 但是後面我想一想 越低調越好 這是商量過的 你可能天天有兩位保安跟隨你 那讓人覺得 哎呦 你身上有很貴重的東西 或者說你特別重要 搞不好會針對的 低成本能實現 就很好的這種生活條件 但是這不是一種正常的生活方式的 這套房子下來全包20萬 冰包入住啊 便宜吧 這樣的富豪生活 曾是老弟在國內夢寐以求的 而他也幾乎距離這樣的生活 一步之遙 老弟34歲 福建漳州人 在出走阿富汗之前 他是同齡人中的佼佼者 大學畢業後 他做票舞 帶團隊 開公司 穩步行走在一條成功人士的道路上 其實就從財力方面的 算是同齡裡邊比較富有的 當時我自己給自己定的目標 32例 30歲的時候 我要有車有房 什麼樣的車 什麼樣標準的房 而且車我是多輛的 我相比同齡人的話 我真的是 也是滿幸福的 30歲之前 老弟完成了成家立業 有房有車的人生目標 還有了一個可愛的業務 原本按照老弟的規劃 他將順著這條路平穩發展 在40多歲實現財務自由 但在2020年 一切戛然而止 從事電子產品銷售行業的老弟 公司資金鏈斷裂 沒了收入的他 還要面對每月3萬多的房貸 車貸 每一個月睜眼 3萬人民幣真是滿多的 說實話 有時候想想 哎呀 月初車貸房貸又到了 房貸還差點 差個一千塊錢 差兩千塊錢 有過這樣的生活 一旦到那種狀態的時候 你會想很多 想法真的很多 一度就很消極 你會想著用什麼樣的方式 你每個月 你哪怕說 挣少一點 你跟每個月不挣 或者說一直在虧錢 那是不同概念的 可能五個月 你又撐不下去的 我愛人 他是比較 就是說比較相對保守的 也不希望我做過多的投資 或者說去太冒險的地方嘛 那他知道我能力找工作 但是我一直不甘心就對了 我想到了 不說緊緊單單的是 還了這個房貸 我想的是富裕 丈夫一家之主 這是應該承擔的責任 生意停擺後 曾經的中產老弟 生活被徹底擊碎 他既沒有東山再起的資本 又不甘找一份穩定的工作 還是得有自己的一套東西 你沒有自己的項目 你沒有自己真正可以吸引別人的地方 那是很難的 所以我就想說能不能通過拍攝 通過短視頻直播 然後我來獲取一些創作收益 還有說一些帶貨收益 當然我可能可以把自己的一些產品 就是一些個人的業務 引入到帶貨方面 我可能可以掙得更多 近年來在中國大陸 一個人一部手機 通過自媒體變現實現的財富神話 在網絡上似乎比比皆是 於是老弟把自己關在家裡 每天研究短視頻製作 兩個月後 他選擇做一名旅遊博主 Hello 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老弟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重慶烏西線的令牌公路 這個是我挑戰令牌公路的 第一個拐彎 左前輪已經懸空了 他從西雙版納一路自駕到西藏靈芝 本想著邊拍邊玩就能掙到錢的他 卻發現這個賽道 遠比他想像的遠得多 拍攝了兩個月 視頻不溫不火 更沒人找他帶貨做廣告 還有一些其他的博主 看看他們是怎麼拍攝視頻的 哪方面的題材 就會有更多人去關注嗎 我賺藝有沒有買 買了兩個張送戰票 我今天給大家拍一下 老弟不服輸 既然在拍攝 剪輯和文案上 他就在目的地上另辟蹊徑 大家感受一下這邊的綠皮火車 這沒有意思啊 我看他們車開了 還有人陸續續的要下來 是不是忘了下車了 可能是坐過站的吧 疫情期間大家出國困難 他決定用鏡頭帶大家去國外旅行 第一站老弟選擇了巴基斯坦首都 伊斯蘭堡 2021年9月1日 他正式踏上了海外淘金之旅 出來的話 我給自己下了很大的決心 我覺得在海外談不上苦 有時候卻比較孤獨 想家 想孩子 其他的都還好 畢竟農村長大的嘛 從小地方出來的 什麼樣的苦我都經歷過 在巴基斯坦 老弟邊研究其他博主的視頻方向 邊努力適應巴基斯坦的風土人情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什麼名字 I'm so surprised My name is 老弟 從美食到生活 事無巨細分享自己的海外見聞 三個月的時間 視頻流量果然有了起色 他也終於開始有些收入了 這讓老弟更加堅定了自己的選擇 然後這座忙碌的城市 就是位於巴基斯坦 跟阿富汗交界的白沙瓦 身後這個地方 30公里的地方 就是跟阿富汗 僅有一牆之隔的交界處了 2021年底 他發現阿富汗成了流量聖地 於是老弟挺而走險 決定去阿富汗逃進 中亞 阿富汗這個國家 可能是很多人 都想都不敢去想的 你怎麼想到 哪一天我自己 還有勇氣去這個地方 掙錢永遠是擺在首位的 這是我出國的一個目的 2022年3月3日 老弟搭乘飛機 來到了阿富汗首都喀布爾 他目標明確 要用三個月的時間 在這裡成為網紅 我覺得換了街道以後挺乾淨的 沒有想像中那麼破 我可能第一反應 第一印象就覺得 這地方估計到哪裡 都一片廢墟 來了之後沒想到還有樓 塔利班政府沒錯 對 他邀請我跟他合個影 就可以看一下 你去那邊嗎 歡迎 謝謝 謝謝 沒關係 他有時候甚至會跟你講 就是說你能帶我去中國嗎 他說我特別想去中國 看我有時候打車 你是中國人 你為什麼開這麼破的車 不太懂他們可能想法 就是中國人特別有錢 昨天第一天到 到了之後傍晚了 也沒出來 現在剛出來 在阿富汗 學校 醫療機構 清真寺等地頗為敏感 往往是極端事件的重災區 為了安全 老弟盡量避免去往這些地方 但為了拍攝視頻 大部分時間裡 他都在街頭遊走 逛遍了喀布爾的大街小巷 You show me yes yes 支持一下業務 這是備用鞋啊 只有這個刷子嗎 拿了相機就邊走邊拍 遇到有個小朋友擦鞋的 他過來的時候給我擦鞋 擦鞋可以 我就給他20 20阿尼擦完鞋之後 他就一直想著說要不要猶豫 要不要用那個20阿尼買囊 那首先要沖鞋 田老肚子 後面我就給他們買了吃的 每一個人兩個 OK 牌子給大家 OK 那們沒想到旁邊 有很多小朋友 就一下子蜂擁而制 就圍過來 本是出于好意做出的举动 却让自己陷入麻烦之中 老弟有些无力 他甚至想起一句中国的老话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他有上学吗 对 他上学 他爸爸有车还让他出来工作 然而随着在阿富汗生活时间越来越长 他也渐渐开始理解了这里的人 我那鞋的擦凸了都 太多擦鞋了 擦鞋的小朋友生存能力很强 而且真的是靠自己在工作挣钱的 不说找钱要钱 他就天天地一直不停地在走 一天可能要走三公里一公里 不停地在游走 要不要擦鞋 走累了可能就直接躺在墙角 躺在路边就直接睡着了 非常不可思议 当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问身边朋友 就是为什么这样 就是在阿富汗很正常的 在阿富汗很多这样的 小朋友都出来干活的 这些孩子的年龄与老弟的女儿年纪相仿 看着他们为了生活聚集在街头 工作起时 老弟心里五味杂陈 我特别想念我们家闺女 想念家里小孩 有时候我们也在想 明明是同一个世界的 为什么我们的生活 却存在有这么大的差异 可能有一点对不起孩子 赔的时间少了 我跟他讲爸爸要挣钱 爸爸你回来赔我吧 跟他讲赔你的话 那房贷谁还呢 我春钱罐里面有钱 你拿去用吧 也许是出于对女儿的思念 也许是出于同情 老弟不自觉地将镜头 对准了阿富汗街头上的孩子 和普通人 不要再淋雨了 再淋雨的话 肯定要感冒要发烧就很麻烦 他一直在抖 像冰雨 可以用冰雨来形容 我就直接穿着棉衣 我就冻了直哆嗦 没想到他就直接 简单地用那种油布可以防水 但是说实话 只能盖住书包 其他的像 身子什么不行 头发哪都湿了 我当时看得很震惊 我说怎么会有这样的小朋友呢 就一直想说多挣点钱 他也不找个屋檐下这样避雨 他内心想法可能是想到 哎呀 我可能就躲在街角 这个客户来了 我可能瞬间会错过一个客户 没想到这些视频的流量却出乎意料的好 有网友给老弟留言说 他给孩子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 也有人说 他们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笑容 甚至还有人号召大家给老弟打赏支持 并且希望加入救助的行列 我不是有伟大人 也谈不上伟大的人格 我就很简单 我看到了 我就能搬一点就好了 我说的 他这家人不能拿主车来做吗 他回去是不是要靠这个自行车什么 对对对 靠这个自行车改轮椅 他才一张鞋是多少钱 没个状况 我需要赶紧合理 我需要赶紧合理 我们需要赶紧合理 我需要赶紧合理 你需要赶紧合理 他和儿子的离开 包括通过失去双腿 他就用一个简单的轮历 他每一天就可能要滑这个轮历 要滑45分钟 50分钟 往往上下班 很长时间很累的 就上班一个小时下班一个小时 可能一天就是为了挣3块5块钱 这个钱对他们而言 对全家人这是非常重要的 孩子要上课 家庭要支出 就指望的擦肩养家 给街头老人提供实务帮助 为9岁的阿富汗女孩实现公主梦 老弟的拍摄方向逐渐转向了普通人 他也成为了网友口中的扶贫博主 他从城市走到乡村 曾清空了十多个囊店 面粉也捐赠了几十吨 一路走来 老弟时常被阿富汗人的精神感染 而他拍摄的内容也收获了可观的流量 你哪怕去到那个帐篷村 或者去到一些贫困山区那山洞里面 你会发现他们家里打扫得特别整洁 包括出门也是打扮着整整洁的 不是最新的但觉得最干净的 穷并没有让他们失去最好的文秀 他们充满希望的 他们不是说依靠职业乞讨 或者说他们就想说通过别人帮助他们来改变 他们会自己寻找机会 有机会的时候他们会特别珍惜 那这是有区别的 这是一个很坚韧的民族 很坚韧的国家 多年的一些战乱 包括一些外来入侵 都没有打倒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 那它存在 它现在就这么好好的 感触真的很深 他们什么都没有 他们都可以生活这么好 或者这么乐观 会有那么一些食物 或者生存 或者生计在担忧 那他们也挺好的 我骑过 我骆过 骆也不说骆怎么样的 就说白了 就说亏了一些钱 你不可能你的一生 对吧 你的生活一直都很顺的 我享受这个过程 后面想想有时候就觉得挺好的 不同的生活自己都体验到了 不可能 这是我们的нов客 每个人都知道 这些信息来自一群阿富汗女孩 收信人是一名叫老弟的 中国短视频博主 之所以收到这些信息 是因为他在禁止女性上学的阿富汗 建立了一所招收女孩的学校 你好 他们有时候叫我老弟先生 有时候叫我老弟老师 有时候称过老弟教授 我只是一个普通人 他们可能想通过简单的交流 或者给我反过一些消息 我想从我给他们回复的一些信息当中 得到一些生活的鼓励 包括可能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想从我这里得到一些慰藉 但是还是看出来他们对我的信任 对 是一个比较平坏的地区 是的 带你去了解一下一所学校 这是女学生教学楼 对 你看我以为是没人家 2022年6月 在翻译阿里的建议下 老弟将日常的食品援助转向了教育 并选择了鲜少被外界关注到的 喀布尔公立学校作为援助对象 为学校提供教具并招聘老师 在一次捐赠教具的活动中 一位高二的男生站了出来 表示希望有机会进行汉语学习 在阿富汗 中文是个小女种 孩子的请求让老弟颇感意外 但他还是答应了下来 你好 阿富汗政策不允许在校内办补习班 老弟以教育部门和安全局沟通后 在保证男女学生分开教学的前提下 老弟获得许可 在校外开办中文培训机构 现在的政府 其实对中国人真的非常友好 这是我亲身能感受到的 像我们去到安全局 提到要在这里承判中文学校 人家直接告诉我们 这是我是这里的领导 我把电话给您 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随时告诉我们需要帮忙的 我们会第一时间过来 同学们好 美军撤退后 阿富汗当地的英语培训机构 纷纷关门 老弟索性盘下了其中一个 作为中文学校培训地 四层楼 六百平 可以容纳不少人 名额优先对原本有机会 考取大学的高三女孩开放 女孩们被政策关上的求学大门 老弟想为她们推开一条缝 我再问一下同学们 两个月学习中文有什么样的心得 我们经常来跟大家互动 有没有什么样的收获 有谁愿意举手自己回答问题的 这所中文学校一度成为了 失学女孩们的避难所 最多的时候 曾容纳了近两百六十位 失学的阿富汗女孩 其中一位名叫莱卡的十四岁女生 让老弟印象深刻 当时很多人想到 就没有名额了 他们当时就在院子里面 就那样站着 后面来了几天 有一些同学学了几天 他们可能觉得太没意思了 或者中文太难了 不想学了 后面这位老师就喊到 这边有一个工作位 后面就念到他的名字 莱卡同学 他特别高兴 当时他们刚开始教生命模 我去到一个班级 当时是五点半上课 听早就跟他们开玩笑 同学们怎么生命模 现在都没掌握呀 就都学了快一个礼拜呀 不应该是这样的 后面我就半生气了 在黑板上直接写了 生命模写五百遍 我明天要过来检查 看视频的很多朋友 都在骂我这老弟 这是故意找茬的 这是疯的 想什么呢 你自己写 你能写五百遍吗 我也不写 说实话 后面我印象很深刻 然后第二天就 唯独那名莱卡同学 他写了五百遍 他真的写五百遍 你看同学写的字 一个错误都没有 莱卡同学在吗 在后边一些 我坐在这个角落 上来一下来 莱卡同学 你自己的卷子 你来读一下小作文吧 我们在生活中 有各种各样的东西 有的很宝贵 我们在自己天天的生活 都能学一些新的东西 我们一天比一天都能变个东西的人 就是人类很宝贵的东西 接触的越多 老弟也越来越喜欢这群孩子 除了中文培训 他又增设了裁缝本 想着孩子们如果再次失学 也能多一项生存技能 我们从中文学校出来 车正好停下来 因为学中文的女同学 看到我们 她们这边的公交车 正好跟我们就相对地 这样的行驶过来 五学就直接喊着 从窗户里面推上窗户 老师好 然后阿迪老师就很开心 阿迪老师跟我讲 你看看这三个学生 在这样的环境下 公众场合 巴士里面是那种小客车 巴士里面集网的人群 男的女的都有 小孩老的都有 你看一位女士女同学 多幽默呀 多勇敢呀 在这样一个公众场合 喊出来老师您好 这些同学呢 这些可爱的小调皮同学们 没有工作 没有房子 有姑娘愿意嫁给你才怪呢 谁呀 谁呀 这么现实 哪一位同学 站起来让我认识一下 已经不再是为了流量 在做这件事情 以后有机会 就是说这些孩子 去到中国 或者说有更多的孩子 从这里走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内心 会觉得特别自豪 其实学习习习 要我们办法安静 给你两个孩子 非常好 来阿富汗前 老弟抛家舍业 渴望通过自媒体翻身 他不曾想到 自己有一天 会在一个陌生的国度 被这么多孩子需要 而更让他自豪的是 来自女儿的认可 他说你去阿富汗 你这个校长你是要回中文学校了吗 我说爸爸不是什么校长 爸爸只是说 就说花了点钱帮助孩子们上学 那边有老师有校长 他说不对 你很有爱心 你做这件事情 你是有爱心的人 你才帮到他们 这可能是无形之中给孩子的一些影响吧 我也不知道孩子会不会看我视频 但是我希望说自己做了一些东西以后 孩子真正能懂收担 希望不要去怪自己的父亲 就是说没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他 原计划在阿富汗只停留三个月 但如今老弟在这里停留的时间 已超过一年 虽然局势不算稳定 但在阿富汗的日子里 老弟觉得自己的生活 一直在向上发展 并且和曾经想要一夜暴富时不同 现在的他 有了更远大的目标和梦想 虽然他们依旧不那么确定 但老弟已经不再焦虑迷茫 没必要把自己慌的私事的 一定要背负着这么大的压力 轻松一点 没必要拥有太多干嘛什么 都要追求好的 我感觉在做梦一样 梦醒来就感觉一切 却这么真实 我也不知道我做了哪些东西 现在我在阿富汗 还有走中文学校 可能我做的这件事情 是到目前为止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吧 阿富汗已经来了 不知道吗